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天下的王子真迹 重金全部买下 我来办 好 重金收买 重金收买 不卖呀 不卖 皇家要买 那就是强买呀 不卖 不卖你就要遭祸呀你 哎呀 关键哪 不在这里 重金收买 必然是赢品陡增啊 天下大乱 这王子的厄运 当头喽 witness 来来来 来来来 嘚 好好 不管了 好 这字啊 我是不能卖的 这样的东西啊 不比毯子愁子 毯子愁子坏了 还可以再做 这王羲之的字啊 要是卖了 就再也没有了 我是犹豫卖不卖啊 我卖 我说是大型 其实穷了三代了 再穷下去 人都死了 字还有什么用啊 此事不卖 更待何时 我也是犹豫这个啊 可是卖王字 到底有事风雅呀 风雅 没有钱 从何谈风雅 是不是啊 如果卖字换钱呢 再造出另外的风雅 不是也很好吗 说得容易 这就像风度 这学来的 就不是风度 而是附庸风雅 造出来的 也不是风雅 这风雅 是别人忽然绝出 那才叫风雅 那是 到底卖不卖啊 现在卖 有个好借口 因为是皇家出重金收买 皇家买 不能不卖 卖也就无关风雅不风雅了 可也请陛下来了 是 来来来 都搬过来搬过来 是 搬过来 陛下 这么多 舅舅 你辛苦了 好 这是世俗制的一等性 这是第二等 第三等 这性催的怎么会是一等 催性当然是第一等性了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怎么 有什么不妥吗 陛下 你们两个来看看吧 这是世俗制 这字很漂亮嘛 这装潢也不错 这催性为第一大性啊 开篇也开得好啊 好 你们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这 这 这有什么不妥吗 舅舅 先坐吧 看来 你们的看法是一致呀 刘邦 萧和 曹参 樊宽 鬼婴 出身都很贫贱 至今你们都很敬重他们 对吗 舅舅 还有 北齐局限山东 南梁 臣 偏安江南 即使有几个人物 也不值得一提 更何况他们的子孙 品行才学 官爵地位 一天不如一天 每况愈下 对吗 嗯 就是这些破落户 即使他们沦落到 做小生意的地步 他们还为自己的门地感到骄傲自豪 寡怜贤耻 世人还觉得他们高贵 还有 三品以上的官员 有的 有的是因为德行 有的是因为才学 有的是因为功劳 卓身高位 朕就不明白那些破落户有什么值得羡慕你 啊 尤其是希望和他们通婚 你就是送给他再多的钱财 他们也觉得你们寒酸 嗯 怎么了 啊 天下是怎么了 你们俩 你们俩给朕解释清楚 嗯 这 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人之常情 舅舅 你说 李姓是几等 嗯 现在是第四等 你们看看 看见没有 打天下的是四等 是是是是 是不太像话 你们两个 跟朕打天下 得天下 现在得到了官位 你们说 崔氏海应该是第一吗 臣知罪 臣重修 啊 这是要重修 陛下 要不要召 韦廷 岑文本 令狐得分他们来 不忙 你先你召吧 是 搜集天下家谱 和朝廷人事命令 以朝廷 现任官员等级为准 在考察史书记载 研究真伪 分辨备备 理定等级顺序 包养忠孝贤良 排斥奸邪叛逆 天下姓氏 分为久等 停下 建议大夫 应该就是这儿了 好 去吧 记住 事关重大 千万不要大意啊 千万 弄不好 我们可都要掉脑袋 我在驿站等你的消息 好 去吧 是 走吧 这儿比关中潮湿得多了 是啊 大人 不过 与当年王羲之的蓝亭集许山水之处 想放福了 官人从哪里来 长安 京师到此 辛苦了 请问官文 有事远名 大人请 请 好 大人请 这边请 县令传起来方不方便呀 建议大夫请县令 还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呀 我是有求于他呀 您 您先歇会儿 我马上派人去 越快越好 是 来人哪 快把县令请来 大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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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过了淮河这水越来越好了 汤水的味道也越来越不一样了 这长安的水有什么不一样吗 館中的水呀 咸味重 做面食倒是养人哪 各方的水土还真是不一样啊 我听说西近有个叫张继英的 此官不作 说是想念南方要回南方去 说是南方的 唇菜好吃 唇菜有那么好吃吗 唇菜 嗯 那当然好了 哦 煮汤喝 鲜得不得了啊 哦 听您这一说呀 我还真有点馋了 正是季节啊 今天就煮给建议大夫喝 好好好 来 请 好好好 大人公事杂乱来迟了 请建议大夫原谅 好 请坐 好 请 谢谢 我这次来呢 是要一样东西 哦 什么东西啊 您说 一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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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 能有什么惊动建议大夫的字啊 你们这里有惊动陛下的字 莫非有人要谋反 有人谋反陛下派的就不是我了 哦 哦 那是什么字啊 这个字呢 写了有三百多年了 哦 好 建议大夫大概听说我们这里山上有陡大的三个字 刻了有四百多年了 不是刻实 是铁字 那我就不知道了 这惊动陛下的东西 在你限制之下 你会不知道 不知道啊 那我问你 你是读书出身吗 不是 读书出身就好了 就知道三百年前有一个叫王佑军的 字写得好 王佑军 字写得好 我们这里倒是有一幅字帖 哦 据说是一个叫王羲之的人写的 听说写得好 诶 对 这个王佑军就是王羲之啊 王羲之就是王佑军 王羲之就是王佑军 王羲之做过晋朝的右卫将军 所以人称王佑军 真是 诶 这么说来 你们县里有个叫王佑军 是王毑少的了 王毑少 那 他是王羲之的哥哥 弟弟 还是爹啊 王羲之字毑少 哦 王羲之 王佑军 王毑少 是一个人啊 所以我说 我是个军律出身 不太懂得这些 请建议大夫原谅 那么这王羲之的字 你知道在哪里了 我可以派差异去问啊 这我倒听说过 一战里来来往往的人不少 各色人等都有 时不时地听他们议论 这里有王羲之的一个手帖 叫兰庭集叙 对对对 就是兰庭集叙 在什么地方 在永新寺 住持 便才大和尚手中 对 就是在这人手中 听他们说 可是便才从来没给人看过 所以 有也就等于没有 真的没有人知道 没有 确定 确定 那帮议论的人 都说没有看过 看来 确实没有人看过呀 这么说来 便才手中的这帖字 是真是假 还不太确定啊 还不能确定 这有什么难办的 我派人把它送来就是了 不就是一幅字吗 陛下嘱托 只能闻取不能无取 一帖字哪经得起无取 除了事 我们可都担待不起啊 还真是个麻烦事啊 我也没办法了 听凭建议大夫的吩咐就是了 你们可以在永新寺周围布下探子 不能拿到 也不能让他走掉 这还不容易吗 我就是做赤后出身的 攻打洛阳的时候 我已经是赤后长郎 派人监视探听 那是我的本事 可不是让你探听 而是监视 容易 建议大夫想吃点什么 今天晚上我备些东西 咱们吃喝一下 吃容易 可这个吃什么就难了 建议大夫 您慢慢想 献厨是我当年军旅中的弟兄 您哪随便点什么 他马上就做 你刚才说的那个纯菜汤 纯菜汤 纯菜汤 味道寡得很 没什么喝头 我就是要喝这个纯菜汤 好好好 我叫他们做就是了 这个好说 朝廷考试天下 已经准备就绪 请陛下接见主考官 之后考试就可以开始了 主考官是山东大姓 自有威严 朕就不见了 还是见得好啊 陛下统一天下 科举是大事 诚信所在 不可不慎重啊 朕是说 不 沈东大姓做主考官 还要朕做什么呀 朝廷的事 天下的事 陛下出面总是好的 而且天下的人才聚在长安 每年一次 这不正是陛下所希望的吗 这其实是陛下自己的事啊 好 接 好 接 好 好啊 好 好啊 怎么 有什么不妥吗 回陛下 陛下写的这个王字 真是太好了 现在天下都在习王字 从东京一来 朕的母亲太母皇后 她很喜欢王字 每天淋写 朕从小学习 就是母亲教的王字 戎马生涯几十年了 现在提起笔来 还是王字 陛下的书写根底如此雄厚 微臣真是没想到啊 什么什么 应该是科举考试完毕 考了几天散场啊 是吗 你们看 这人才都来了 啊 仅仅是一个考试 人才自动都来了 好 请 请 你先请 你先请 陛下 陛下 来了 是吗 啊 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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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陛下 现在终于到手了 花了不少钱吗 陛下不是说过吗 若是便才肯出让 那就为永新寺啊 重修一下妙语 再肃心身啊 重修今身 速今身 好 还有你们 你们 重赏 重赏 这次肖义功劳最大 好 重赏 重赏 可是肖义他留在了永新寺 留在了 永新寺 为什么 陛下 应该应该明白 应该明白 便才应该明白 便才是不可能出让蓝亭集叙的 因此 因此肖义自愿留在永新寺 以命偿还蓝亭集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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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有耐心听我说完吗 朕当然要听 朕等蓝亭集叙 等了几十年呢 今天终于到手了 还了朕一个夙愿 朕当然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快告诉朕 我和肖义呢 虽然一开始就抱着 必定拿到蓝亭集叙的决心去 但刚开始我们心里都没底 最后的结果如何 我们都说不好 甚至能不能见到便才 蓝亭集叙是不是真的在便才的手里 这一切只能是当时的情况而定 因此 我留在了驿站等候消息 消逸一人去用心思 探听情况 你怎么把雨水滴到我的书卷上了呢 施主无礼 这是我们永心寺的住持 一卷书来之不易 一卷书来之不易 你看 水都把墨给阴开了 这是我借来的 我怎么还啊 阿弥陀佛 是老僧的不是 多有冒犯 请施主随我到寺里避雨 这卷书嘛 我重新抄一点给你 老僧冒昧 能否看看施主手中的书卷 是 大明镀经 敢问 施主可是居士 不是 只是对佛经有兴趣 不过这卷经是索敬抄写 晋人笔法 我看 不在王友军之下 王羲之笔法 晋人第一 这不过是抄经字罢了 僧人日课 每日抄经 写起来辩解而已 那我看王羲之的字 看错了 不敢羞辱施主 不敢羞辱施主 不过 王子之妙 施主大概还少心得 让我再告诉你 是兰庭积蓄吗 陛下别急 这耳后的故事 还尝着呢 是兰庭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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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是兰庭积蓄 discomfort historians COLFI 黄巩 坏 兰廷集叙 真的是兰廷集叙 你看 七首一个有字 笔法之妙就全在 当年王羲之以右旋写这一点 接着左旋 再右旋 再左旋 右 右 左 真是你啊 施主若有兴趣 不妨小住几日 好 一来拿这个去体为笔法 二来 也容我为施主抄一遍经书 怎样 我这个经可珍贵 字写得这么好 我朋友视为性命啊 我抄好 你就知道了 好 我走时 朋友这卷经我拿走 你抄的这卷经 我也要拿走 多谢你的兰廷集叙 我拿回去 提问一下笔法 不忙 施主 尝尝永心泉的水吧 不会那么容易就拿到吧 是啊 要不然萧毅 也不会留在永新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要干什么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义战 建议大夫真厉害 果然有人从永新寺偷东西出来 这么快就偷出来了 把她解开 她是自己人 自己人 建议大夫已经派人进去了 没办法 也只能如此了 兰廷继续呢 拿来 拿来 我多了个心眼 没敢打开 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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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灯调亮 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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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得好 写得好啊 消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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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你可立了大功了 好啊 连夜赶回长安 陛下肯定不会想她这么快 好 慢 可是 字 是假的 陛下圣明吗 可是 你没有见到过真迹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其实只要留心 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消逸呢 是因为得保心切 才没有留意到 这个细节 什么细节 假的 假的 嗯 怎么会是假的呢 我亲眼看见辩才 从金柜里拿出来 一笔一画地讲 王羲之的字 如何写得好啊 只是现在的纸 不是禁纸 真的是堂纸 我怎么没想到呢 字是写得不错呀 看来应该 是辩才临摹的 那我就赶紧回去了 好 赶快回去吧 好 除不得意外呀 好 小心哪 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了 好 没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祇写得可好 敬您点播 看了一夜兰廷集训 真是笔法精妙 我听说当年兰廷雅集之后 王羲之第二天 要正式抄写一遍 可无论如何 再也写不出当时的妙处了 是这样吗 是 感谢观看